你的问题很好 这就是在我们解释文的最后一句 就刚才讲说属于立法行程范围之后 大法官也有想到这个问题 好 这不是这个案子才想到 我们最近的好几个解释都有想到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725号解释 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立法者能尊重我们的决定 然后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修法或立法 但是万一没有做到怎么办呢 这里有个活生生的人 有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的人权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大法官最后一句话说 解释文的最后一句 预期未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正或制定者 没有的话 相同性别二人未成立散开永久结合关系 得依上开婚姻章的规定 你就依照民法现行的规定 持二人以上证人签名的书面 这也是一般异性婚的要件 你要去登记 向护证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两年过了 我们说要保障就是要保障的 那怎么办 相同性别二人就可以依照现行的规定 跟异性婚一样 你有两个人证人 你就向护证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 那当然我们只能讲到这里 剩下问题就可能要靠立法者去努力了 那办理结婚登记以后应该如何如何 那再看他的法律怎么规定 感谢观看